你看各式各樣 就是中華民國國旗 有的還把我們的國旗 跟印度的國旗就結合在一起 民間很多人喊說 如果你官方高層你不做的話 沒關係 我們從民間來做 但其實官方的反中情緒也是滿高漲的 是 其實印度因為他跟中國以前 發生過邊界戰爭 而且現在在領土的爭議還相當大 所以中國其實跟印度常年的關係 並不是特別好 其實印度以前 他跟中華民國關係也不太好 因為中華民國在以前 對印度獨立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是很支持的 印度它是世界上來講 人口是第二大國 然後它的經濟現在在全世界 已經在整個國民生涯種子 已經前幾名 在國際外交上 它向來是相當獨立自主 所以是不結盟國家龍頭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現在它的經濟 它的軍事 在世界上的地位 越來越重要的情況下 它當然就覺得 它必須要自己獨立的走出一條道路 那這個中國搞這個一帶一路 又跟印度有這個邊界衝突 所以向來跟印度這幾年的關係是比較緊張 然後對台灣來講 過去中華民國其實跟印度關係是很冷淡 可是從2016年開始 這個有推動這個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在台灣的社會 其實好像知名度還不是很高 可是其實在東南亞國家 在印度是很看重 現在我們跟印度的貿易 各鄉的合作 這個進度的幅度其實是很快 只是現在大家還比較 不是這麼的清楚而已 這個知名度不是那麼高 那印度現在它就認為 第一個中國大量的這種資訊的問題 這個廉價的產品 請銷到印度 第一個影響印度的就業機會 第二個就是許多的中國的廉價的手機 非常多的APP 這個對於印度社會的獨立自主 讓中國了解印度的各資 各種商業機密 他認為這是很大威脅 所以印度其實禁中國的APP 禁中國的各種資訊的這種投入的建設 是比美國還要積極的 而且它本身的資訊工業 軟體其實也是滿強的 所以它有這個本錢 然後印度現在 表示說它是亞洲的大國 其實它本來就是大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最近跟日本 非常的強化軍事的合作 這個在2020年的9月 而且你說它是不結盟的大國 可是它現在我就是要找朋友了 把朋友找出來 其實它講不結盟的大國 它以前跟南斯拉夫跟印尼 還有埃及 組織了一個叫不結盟國家組織 不結盟的結盟 所以也還是滿神奇的一個地方 那它現在跟日本 有這個非常積極的合作 它合作範圍是什麼呢 就是軍事合作 也就是說跟這個日本方面 有相關的這種軍事 包括後勤 包括基地 這種相互的情報 這方面的合作 這對日本跟印度來講 都是非常劃時代的 因為這個日本在了解了這個印度相關的這些合作的時候 同時之後它在印度洋就有著力點 那印度在西太平洋也有著力點 那這一點唯一會被牽制 會被影響到的是中國 雖然目前來講 這個日本因為專手防衛 印度需要它的部分還沒有到那個戰時 但是這個看起來 印度的這種積極外交 其實這個跟台灣跟它的這個密切結合 代表了什麼呢 這個亞太戰略的一個新走向 中國在這個情況之下看起來 在亞太地區遭到其他國家更多的防備跟圍堵 是非常的這個可能 所以台灣如果剛才節目還在跟大家說明報告 如果你這個失敗主義還是繼續蔓延的話 這等於是阻斷了其他國家 跟我們進一步合作的意願 因為看印度他認為真正的中國 至少這個當然我們台灣有很多不同意見 但他認為台灣至少是一個好的夥伴 那現在如果說台灣自己就不停的跑去親中 不停的失敗 那對印度來講 他幹嘛要理一個親中的台灣呢 那全世界所有國家反中的 不會跟親中的台灣來往 親中的就跟真正的中國來往就好了 那親中的台灣就是冒牌過 對 所以就完全不會有市場 現在最新的部分是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新聞 上面叫做印度與日本要在5G 物聯網跟AI合作 那你在看這個話的時候 我再告訴你怎麼具體的去解讀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看到5G的時候 大家之前只會不斷的去歌頌 去捧那個中國的馬屁 派中國馬屁說中國的5G有多強大 說華華人好棒棒 但是你會發現 在美國出手封殺之後 現在5G的市場 你總是要找個人來做 結果大家發現 日本在5G的開發實驗做得很完整 日本把5G 你的連線速度變快了之後 它應用在哪裡 第一 農業上面 我在農業上面 我可以讓5G連線速度變快 我去操控很多的無人機 幫我去做這些澆水 灌溉施肥的動作 所以5G的部分 在農業上是有應用的 第二個在醫療上面 做遠端的醫療的部分 有些偏向缺乏醫生的 我用遠距離的操控醫療設備 它可以達到這個作用 第三個在什麼部分可以應用 在物流上可以應用 日本在拿山口線 跟另外一個進鋼線 做實驗 在公路上面你知道嗎 做那種無人的卡車的 物流的應用 你要想說 如果這樣子可以運貨的話 它可以節省多少司機的成本 結果現在為什麼印度要跟日本合作 因為印度自己的基礎建設 嚴重的不夠 可是就是因為基礎建設嚴重的不夠 這時候對印度來講 我在5G的設備的部分 導入很多的機器台 我就有一些優勢是中國沒有的 比如說你中國反正公路已經蓋得到處都是 你連高鐵都蓋滿了 但是印度不是 印度很多公路缺 我印度就可以蓋出一條無人公路 然後專門來運貨使用 這個部分我跟日本可不可以做合作 當然可以合作 因為日本已經有現有的技術 跟經驗在前面 第二個 日本已經把這些相關的東西 都準備好了 我印度只要出錢導入就好了 對印度來講 哪有比這更划算的事情